左邊的媒體剛才呢等候已久了 我們先從左邊開始 有請我們的Ala 謝謝今天辛苦大家了 也謝謝大家在忙之中能夠親臨現場 再回到我們的中間 好 看一下我們中間的媒體朋友 以及我們的微光攝影 給他們最激性的笑容 以及展現出我們大師系列的好髮質 好 我們哪邊的媒體朋友沒有捕捉到 畫面可以稍微不會熟悉我們Ala的目光 好 我們的右邊 好 來 這邊 不會 來 我們呢 現在呢 讓我們的Ala來進行單拍 來 我們的九層方的媒體朋友 今天大家都辛苦了 所以呢 我們已經要滿足大家的拍攝需求 但是也辛苦我們的Ala了 辛苦了 來 我們看一下中間 好 中間的官方攝影 請幫我們拍出Ala最濕性迷人的 女神魅力 好 我們看一下我們的右前方 好 右前方 好的 再 回到我們的左前方 再給大家最後的一點點時間囉 好不好 來 我們給大家最後的五秒鐘 今天我們的Ala非常的辛苦 本郎之中精靈現場還要滿足大家呢 拍攝需求 希望大家今天都可以把它拍出 最美麗的女神風采 再給大家最後三秒鐘的時間 辛苦所有的媒體朋友啦 好 謝謝 吃飯了 沒有啦 昨天晚上有稍微禁食一下 因為今天很重要嘛 想說不要水腫這樣子 瘦其實最近是有在認真維持 運動一週至少兩三天的耶 然後飲食有稍微控制一下 對 這次真的嘗試當做什麼 覺得真的滿爽的耶 就是可以接到罰品廣告 我老公跟我講說 欸 你接到那個罰品廣告你知道嗎 我說真的假的 他說對啊 你知道 韓國是那個金秀賢代言 然後我就想說 喔 他們找金秀賢代言 比較 對對 是全智賢 但是他就講金秀賢 因為他以為是金秀賢 你知道我老公超白癡 後來我到現場就是拍攝當天 我才發現 明明就全智賢啊 哪裡有金秀賢 我老公真的很智障耶 他什麼都滿忙 他眼裡只有我吧 哈哈哈哈 好 所以一年二十週年 對 有什麼特別的要給金秀賢 喔 今年二十週年 其實就是隨緣啦 順其自然 就像Selina他們講的 他們說的 Selina說的 我覺得她講得很好 她說不要太過期待 也不用覺得很失望 這樣子 反正就是 就這樣 所以是會突然給金秀賢 欸欸欸欸 因為其實說真的 這個日子對我們也很重要 然後 然後我們也都 覺得她非常的特別 然後 但就是 我們今年也沒有特別要去規劃些什麼東西 所以就是 到時候再說這樣子 到哪一天 嗯哼 那 那 那你自己也自己有在哪 其實就 你說我今年啊 喔 今年就工作很多啊 接下來也有一些節目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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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 艾拉秀也許 有機會的話 對 所以 所以今年也是蠻忙的 嗯 對啊 因為畢竟去年 工作就減少很多 對 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 所以今年就是 希望 大家都好好的 然後 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那天 那天水民黨 送訪的時候 就提到事情 她都沒講 她什麼都 喔妳說她沒講到我 沒有 又不是我生日 她什麼都馬會哭 她就是一個很愛哭的人啊 對啊 對啊 有沒有就是那個 妳說 妳剛剛講說她都沒有講到我 妳這句話是要挑撥我們的意思嗎 沒有 妳真的是 妳真的 不想活啊妳 聽出來 哈哈 我知道她就 因為我知道她真的就是 很愛很愛那個啊 天不真啊 對啊 我們都很愛她 這次慶生的時候 有沒有就是特別送她 送她一個小小的飾品啊 對 然後 因為她都還蠻習慣帶飾品的 什麼的 但是我覺得最主要 送什麼禮物不是最重要的 重要的是我們都聚在一塊 然後我們都好像 有一個默契 會把彼此的這一天 留給彼此 然後呢就是 那天就是去她們家喝酒 喝得很開心 然後就不停的跳舞給她看啊 反正就是 喝到 就是我第二天 就是好玩的事情喔 就是 我也忘了 就是因為妳說喝很多 好玩的事情其實大家都很開心 然後有一些很好笑的事情 像我們有一個朋友啊 她就看到天不真他們家有一些 可以 放鬆按摩的東西 然後她就躺在地上 在享受那件事情 然後我們旁邊就有人 開始在跳舞 然後 我那個朋友就繼續躺在地上 而且她還戴著眼罩 她就在享受那一切 然後無視於我們這群人 那我們這群人也無視地上躺著一個人 我們就繼續狂舞不停 然後就有一種很像一種儀式 在祭祀什麼東西 好像要獻一些共憑 然後她就是那個共憑這樣 反正就還蠻多好笑的事情 對 所以是每個人都喝醉還是只有沒有 怎麼可能 不喝醉 大家都喝醉啊 對啊 最重要的是開心 這樣講到禁寶就是長髮控 對 她長髮控 對 妳有短髮的時候嗎 我面對她的時候 有時候綁起來啊 比較帥一點啊 她喔 反正她都覺得媽媽很漂亮啊 而且我發現禁寶現在長大了 有時候會問她說 誰漂亮 誰跟誰比較漂亮 她開始會官方回答的 她會說 誰跟誰都很漂亮 我就覺得她很好笑 但像比如說 然後蓉蓉好了 任蓉璇好了 她就是那種標準的長髮的那種啊 她就會對她就是 會去牽她的手啊 或者是 會記得蓉蓉姐姐啊這樣子 會特別是注意勾引那些大姐姐嗎 會主動的去跟她們友好 但不會勾引啊 對 她現在開始懂得什麼是愛嗎 小孩子 我跟你講 他們天生就知道什麼是愛 是我們長大了以後 忘記愛是怎麼一回事 怎麼那麼有哲理啊 小孩子對你的愛是無條件的 他們從小就懂 她一出生她就是愛媽媽 她沒有別的想法 你沒有對她做任何事情 她就是愛你 因為她就是從你身體出來的 那爸爸可能要長大一點 她才會愛你 補槍 哈哈哈哈 嗯 問一個比較八卦的問題 你覺得真的 比較八卦的問題我就不回答啦 哈哈哈哈 可以回答嗎 蛇琳娜真的是 帶小鮮肉跟妳們去哪裡 沒有欸 那個鮮肉我沒看過 欸 有嗎 嗯 嗯 我想想看喔 那天晚上有嗎 不是她 不是那天晚上 是別天嗎 有一天晚上啦 那個鮮肉有出現嗎 好像 喔好像沒有 沒有 沒有沒有見過那個 對 愛托 對啊 有被鮮定過了嗎 有被姐妹 我們不需要鮮定啦 這種東西這順其自然啦 嗯 嗯 眼神好曖昧 好奇歪 根本沒有在認真回答問題 只有自己在做戲而已 最後一個啦 嗯 就四月份工作超級滿 嗯 就稍微再講一下 我們最後三個問題 她說最後一個了 最後一個問題 最後 喔 四月份工作 對啊很滿 我就是要再宣傳那個 聽見哥在唱這首 這支MV 不是這支 這部電影 這部電影 這部電影是充滿正能量 正能量 然後呢我覺得 它看似是一個非常簡單的故事 可是裡面會讓 會有你意想不到的感動 而且你會沒有想到說 你竟然被可能小小的一個劇情 或者是一個 一句話 然後打動你的心很多 所以我就覺得 希望大家可以走進戲院看這個電影 那目前為止就是適應的口碑都還不錯 很多人給我的回饋都讓我覺得 嗯 導演還有所有的工作人員的辛苦都很值得 因為他們都有感受到 電影裡面想要傳達的東西 你自己看過嗎 有啊 我當然有看過啊 你有哭嗎 有欸 我有哭欸 好 好 對 大家 最好是準備個面子進去啦 OK